我叫平云龙,来自安徽淮南 我六岁就开始练体操 一直练到十岁 然后又练了古书三达 一直都在体育训练 到了一二年的时候 接触到了健身 感觉自己体型当时的时候还可以 然后就开始练健身 这一练就是练了现在十年了 十年了 第一次比赛是在2015年上海 偶然一次机会别人推荐 让我过去比一下 什么都不懂 就从网上找了一些比赛的资料 自己准备了一下 然后到了比赛 一共十二个人 我是最后一名 回来之后我就找原因 看视频 看比赛回放 为什么会是最后一名 可能发现他们去的都是非常专业的选手 我只是刚练两三年什么都不懂了一个猫头小 我会在这里 我都会想起来 我尽管 我会想起来 我去看 而且还有级别划分 应该会有几分胜传 然后就报名去参加 任尊尊准备了两三个月左右 然后那次比赛获得了青年组的冠军 这也是人生的第一个冠军 然后从那回来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还是不够 实力还是差 跟别人就是专业一点 还是没法比 然后就静下心来 沉淀 不停的训练 沉淀 就这样过了两年 感觉自己比之前厉害了一些 更专业 显得更专业了一些 到了2017年 也是偶然一次机会 也是在上海 看到有芬恩来思 我又报了那个大学生的一次 当时报的是80公斤级 然后去了 又一次夺得了冠军 然后童年 趁着状态还在 10月份有黄金赛 我就想准备去尝试 因为当时黄金赛 在国内是水平非常高的 算是顶尖的比赛 黄金赛我抱的是85公斤级的传统简单 然后没想到去了之后 获得黄金赛的85公斤级冠军 从那开始我就有了信心 感觉自己还是适合建了一条路 决定弄一番银唐图 18年我又报了黄金赛 这一次报的是90公斤级 然后这一次比赛不太理想 因为对手全部都是老外 伊朗的还有各个国家的 这次比赛我获得到第6年 退聚之后感觉自己实力还是差的很低 像国际舞台 自己实力根本都不够看的 然后11月份正好 三亚集成职业说有职业卡的比赛 然后我考虑一下 感觉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古典健美 因为自己我心里有数 体型还可以 打古典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去参加了报名古典健美 和传统健美我也奸相报了一个 然后没想到一举拿下古典健美 全场冠军获得了职业卡 从那开始我的健美之路 才是真正的开始 拿卡之后 感觉自己如果走向国际舞台 实力还是差得非常远 所以我必须沉淀一下 把自己愿强变得更强 就这样沉淀了两年 到了2020年准备参加第一场职业赛 那个时候好像是韩国 然后没想到疫情爆发 准备了几个月 结果泡汤了 然后又准备下一场 也是在国外 好像是7月份 然后又开始准备 到了7月份 疫情更厉害了 结果又没去 就这样来来回回断断续续 一直都在比赛这两年 直到现在有了这个泰国职业事 好 我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去 然后就报名办签证 因为现在疫情出国是非常难的 存在很多讨历不到的因素在里面 快到比赛的时候 旅行社告诉我 上海大使馆的给我办签证的工作人员 被隔离了 当时脑子就砸了 准备了这么久 没想到快到比赛了 这个泰国是不是也去不了了 然后我就赶紧问问落地签 能不能过 他们说落地签要隔离10天 我说没问题 只要能让我去 落地签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海关这边 不一定会让你过去 他会问你干什么 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不会让你过去 都走到这一步了 肯定是要去试一下 到了海关那边 海关问我去干嘛 我说我是一名健美运动员 我要去泰国比赛 他说怎么证明你是健美运动员 然后我给他看了我的抖音 之前训练的备赛的视频 海关 阿环没说 直接让我通过 当时清清也是非常的激动 感谢中国海关一姐 就这样到了泰国 开始了备赛之路 上场前要不要说一句话 听说有一个伊朗非常厉害 他的个子比我矮 他1米68左右 我1米73 我比他高到5公分 这5公分就是他的优势 同样的体重 个子矮的肯定是维度更大 更饱满 但是我也有我的优势 体型和这一次比赛的状态 干度 我相信我可以赢了 拭目以待吧 黑丁尾 这个是我已经预测到的 所以不用任何准备 就是碾压这样 代表中国 这一牛XXXX 今天就稳战C位 龙哥加油 龙哥加油 云龙这几天 在泰国这边备赞的情况 感觉还是挺点的 今天比赛也是非常紧张 现在 有无论次了 大家更好 尽量一次 接下来 噢 我听不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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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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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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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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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次比赛顺利拿下的话 我会准备拼一下 世界最顶级的舞台 好帥